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是在此之前八个字减码 降党 保持资金的灵活性 完全正确 OK 好 刚刚讲到了 那在此同时怎么选股呢 我还记得刚刚哥老师说三大原则 第一个选相对的低位阶 第二个选量大人气股 第三个选有高值利率做保护的双王牌 怎么选股呢 我想前提都是要低位阶 那是最有优势 我们刚才已经讲过华星了 那接下来我要讲台积电 那台积电很明确 如果你喜欢做台积电的人 请你在499的支撑 跟所谓的543是政府债券一直卖 那546是他的高 请你在这区间一直来回做 一直直到这个趋势完全改变 但请注意 每一次台股 台积电如果靠近这低档的时候 就是大盘的低档 每一次他敢涨到高档 绝对就当时大盘的高档 因为他跟大盘占权重比是三分之一 所以他会一趋一步 所以台积电是你观察大盘的指标 也是你操作的一个重点 我想这是台积电的部分 大家一定要在这区间来回震荡的操作 OK 好 这是台积电 来 下一张我们再来看联发科 昨天大涨之后 今天就后继无力了 没有 他的多头刚刚起涨 怎么说 我们这样讲 一个趋势如果在一个横盘整理 这边表达是说 因为在昨天的时候 他是宣布股利是76块 对 10%的殖利率 那请问昨天的低点是在这 对 我要强调的就是说 低位阶 你今天联发科 如果昨天你敢买的人 他是低位阶 那一天就涨个八九十块了 所以我一直讲说 如果我们在一个长线的题材里面 碰到低位阶的 他如果在低位阶释放利多的 或是趋势开始反转的 你就可以做提前卡位 而这里面有四个字 叫做守租待兔 你现在不管做什么 你都有这种观念 我今天就是去买它 我就知道它后面利多要公布 我就报一个守租待兔 那有的股票是你可以在这边 都不要动它 不买 可是一旦突破警线 你就追 这种情况可以 但是相对要两个条件 第一个一定要低位阶 第二个就是什么 不管是热门的人气大量股 或是高值利率股 就符合这样的条件 所以联发科要解释的是 在最好的买点 都是在低位阶 利多宣布 所谓高配息 或是低位阶 或是所谓高低位阶 再配合量大的人气股 这个意思表达给各位听说 要买股票 一定要守租待兔 给我一个联发科的K 因为昨天这根大涨 一度攻到了涨停 已经脱离了之前 这么大的横盘整理区了 那昨天没有追到了 今天拉回来 昨天红黑的一半没有跌破 可我老师 我现在才知道它的好 所以想在进场 闭着眼睛买 就是沿着五日均线 你只要说沿着五日均线 多头行情 它是突破之后 它突破之后 还会回撤再走 你只要沿着五日均线 它只要是多 你只要认为说 我联发科我要去参加除息 或是破断的走势 你只要沿着这个 所谓均线去走 那你要注意的是 会去买联发科人 一定是法人 如果法人 它是持续这个动作 那你就顺势而为 它一定是破断的 所以这种股票大涨之后 拉回量缩 其实都很正常的 所以你要操作重股票 我会建议各位 沿着五日均线去操作 这个在K线上来讲 它不会是高点的 所以它会将来 拉回来之后再上去 可是这个阶段 回撤过程当中 要一个条件 它不会破这个 所谓过去叫压力 现在叫支撑 所以联发科可以 这样方式操作 好 这个位阶 大概750块钱 就很重要的分水龄了 今天成交量 第一名的化邦店 这个就非常有艺术了 我们在讲说 一个区间震荡的过程当中 如果是第一次突破 第二次突破 第三次突破 导播把它清掉 如果看到三次突破 它是非常强势的一个股票 在讲这档股票之前 我们要来看它的量 你看到两次爆大量 都是买进的讯号 那这个爆大量 是谁买的 是外资买的 今天的外资 买超华邦店是第一名 在所有的成交量里面 占了38% 它占今天12万张量里面 它买了4万6千张 占了38% 好 我在讲华邦店之前 我要讲一个小故事 或许大家不一定会看好 它未来的产业 或许大家觉得 这个乏善可成 但是我们请导播先 给我一个K线图 我们先看 去年12月开始 我们先看友达 好 OK 你绝对不会相信 友达会好的 请问各位 在友达最先起涨的时候 有没有爆出大量 有 这后面是不是 一直都是站在买方 好 从最低点 这地方我们导播来看一下 这地方低点是多少 好 你看这个低点叫多少 14.65 好 14.65 涨到最高多少 今天18.75 好 涨到最高 这个地方 14块涨到18块 已经涨了快两成 快三成了 你会觉得友达好吗 不会吧 可是这是不是筹码站 所以我们常讲说 爆量这个东西 爆量这个东西 是看在方针 在头部还是底部 好 那我们再来看联电 再来看这一波联电 从12月开始 在这个地方35块的时候 有没有看到 外资 是不是一直买 一直买 你当时会觉得联电好吗 也不会啊 它从35块涨到最高 51块7 请问祝华涨了多少 哇 至少已经六成了 对 你相信联电会这样涨吗 不会的 我今天跟你谈任何东西 我都是看符号的 好 我们回到所谓的滑邦电来看 这根的大量谁买的 是外资买的 所以它一个大底 已经开始正式突破了 如果说这边的走势 跟过去的友达 或是跟过去的联电 我跟你讲 散户不买 它就一直买上去 一直玩 可是有一天到高涨 像前一阵我记得 那个友达的时候 到了高底的时候 哇 大家都知道 友达这个报价 已经开始上扬了 看 你散户跳进去 它就口吐白沫 就躺在那 它就不动了 所以我们在看筹码的时候 要从第一个观点去看 既然这个股票是外资大买 如果将来 它一直站在买方 买多卖少 买多卖少 这个趋势会一直启动的 所以这样的一个 复制这样子的过去 我们讲说 不管是友达也好 群创也好 或是所谓的连电好 就是看将来的筹码 所以现在散户追安不安全 我跟各位讲 如果是我 我就是闭着眼睛 沿着五日均线做就对了 这就是一个 很好的操作模式 因为它的这个 我想还有一个利多 就很快就要公布 已经公布了 就大摩本身 在这边调高它的 加码的平等 那它的说法是说 第一季是谷底 第一季是谷底 最坏就第一季 第二季开始会转好 那请问今年是 这个月几月的 第一季 已经快结束了 那接下来第二季 如果第二季 它的业绩营收报价往上走 这股票会不会像过去的 所谓友达 过去的一个所谓连电也好 会不会这个模式 我不预设立场 你只要看后面的符号 就知道了 是 这样懂我意思吗 后面的符号量很重要 可老师 我们今天花一点时间 因为今天华邦店爆量 通常我们怎么解读 这个量是叫做爆量 以及量在说什么 好 我们先来看华邦店的K线 先给我看那张K线 刚刚那张 我们先来看刚刚那张K线 各位注意看 它有爆量是在这 也有爆量是在这 对高档的爆量跟低档的爆量 如果今天回到我们的字卡 爆量这个跟各位解释一下 回到我们的字卡 爆量它本身 就是一种做头或是落底的讯号 什么时候是做头 什么时候是落底 如果今天股票从一块涨到五十块 就像那个什么叫什么 星宇航空 如果从上次涨到五十多块 过去我们解释了 爆了一大堆量 清静海 爆了一大堆量 请问你那是做头还是足底 做头 好 那如果说爆量 它本身在高档发生 就是周转率提升 反正爆量都是指周转率大幅提升 如果发生在高档 是代表什么 做头 长期的那个筹码 特定大户的筹码 灌出来了 但是如果发生在低档 就是中长期的买盘开始进来了 它左眼不是在短线 它左眼在长线 你看过去我们刚才举例的 像友达 像这个联电 都是这种情况 所以爆量本身是一种 做头或落底的讯号 看它是发生在头部 或是所谓的低档 如果发生在头部 这是做头的征兆 代表趋势即将反转向下 如果它是发生在低档 那进行落底 趋势即将反转向上 那爆量通常就是专业人士 掌握反转契机 判毒进出最有效的武器 比如说我如果天天躺在那边 睡觉都不管 我就看股票 哪个爆出了天量 这个天量是发生在高点 我去做空 如果发生在低点 我去做多 那这也是一种判毒 从符号上去找答案的一种依据 这叫爆量 OK 好 所以华邦店今天的量是在低档 有机会成为落底的讯号 同样的出量 我们再举两档 杨明根慧阳的例子 其实这档股票 我在上个礼拜就跟各位讲过了 我一直强调低位阶 低位阶 第一个要配那个量大的热门股 低位阶要不然就要配高配息的股票 你如果从现在台北股市股票里面去找 如果位阶最低的 技术面位阶最低的 而未来有可能是高配息的 当然就像建成讲的 今年的获利率不可能比去年好 但是就是一个除息行情 如果这个地方我们讲 找最低位阶的 可是配息可能很好的 那就是阳明 那阳明呢 我们从上礼拜 我记得我跟大家讲说 趋势是看68.7 因为它一个横盘整理 你记不记得我放大给你看过 好 我们就看这礼拜表现 它从最低点 2月13号的58.7 住华 2月13号58.7 到今天3月2号65.6 你看这已经涨了多少 从58.7到65.6 大概已经涨了快7块钱了 你说多不多 一档股票从50多块涨到6多块 7块钱 可是它还是在一个什么 第一档的底部 那这种你就不要预设任何立场 只要外资买 然后它还在炒 这种所谓低位阶或是高配息 你就一直顺势跟它做 但是有一天如果你看到这个K线 开高走低 或是看到这个K线 在最高点的时候发生 那就代表说这个行情已经结束了 或是说这个地方都是外资开始大买 散户不敢进场 它一定会一直涨 可是有一天散户融资全部跳进去了 它不动了 那短线上也许就是巴掌的最好机会 OK 好 就是杨明 那慧阳怎么观察 好 慧阳我们就在这边看 它已经突破了这个颈线 那你可以看到这边是出现一个大底 它突破了颈线 一般来说 它突破颈线是正好碰到一个所谓年线压力 那这种股票我们这样讲 你要做多的人 把这个所谓过去的压力67.3 你要把它牢记 过去没有突破之前 我们叫什么压力 突破之后呢 支撑 对 如果这档股票在这区间震荡 导播轻掉 如果在这区间震荡 它突破之后 再回撤这个67.3不破 那这里是波段的最好的第二个买点 OK 那你可以继续操作 但是在短线上 因为这个地方距离五日均线 也许乖率过大 或碰到月线 碰到年线 我想让它稍微震一下 修正一下 没有关系 就等第二个买点 再决定要不要进场 以上所讲的六档股票 都是有一个观念 就是它有低档的支撑区 它有高档的压力区 如果位阶在最低的 去找位阶最低的 它不管是量大的人气股 或是高配息的股票 那个位阶最低的 将来优势是最大的 太好了 谢谢奎光老师 请先回座了 因为低位阶 第二个有人气量大 量怎么样去斟酌 它到底大不大 爆量的定义 以及操作策略 这奎光老师也提醒大家了 再来是高值利率 高值利率不一定是有基本面 但是有机会出现了无稽之谈 好 说到了高值利率 最近市场上非常热门的心宠 因为陆续召开董事会之后 就开始拍板定案了 去年赚的钱要分多少给股东 高值利率概念股 可以冲几波 第一波就是现在 董事会刚刚公布 还有第二波 来自于除悬席之前 搞不好除悬席之后 还可以做一波 所以怎么样 股息价差赚保保 高值利率概念股 休息一下 这种告诉您 请不吝点赚保保